Hello 大家好 我叫 喂!男人如何追求一个女生 男人如何不必做一个单身 一年有365天 单单情人节 就估计用了13天 百事人节 拥抱情人节 还要摸一些不秘的 每个月14号都要过情人节 当然了啦 你一定会问我的 为什么我们会过13个情人节 那你算过吗 一年有12个情人节 为什么要过13个情人节 你们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是7C情人节 就是在想 这老龙这个罗路 又管我们什么事勒 这样的传统健康是不归你个事啊 这长额奔月算不算是情人节呢 长额奔月不是中秋节 我没有记错的话 西游记记在长额奔月是一个很凄惨爱情故事来的哦 为什么中秋节不算过情人节 谁求一个女人选择条件来来去去也只是那几个条件吧 不是有钱就算很难宅 但是有几个是了解女人的形成的 其实不只是这样的 有多少个男人很像孙中义 黄晓明 黄晓明 虽然我是啦 那你不要讲出来嘛 你觉得今天太 магаз罐了 解aning 女人最想要的却不过去是 但你问女人 你有事吗 还好吗 他多数会回答 电影都有教你 当女人说正经的话 是骗你的 不信教请看PCR 女生是很难做魔力 我们说没事 就是有事 当你问得 Nak buff 你就已经知道스뉂了 你只是想要开口确认了一下 所以只要 当然 沙波满兜呆 就算没有事你都要问到有事情 当然他如果没有事 你是问 也是多余的啦 如果他想有事的话 我有事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更恐怖 所以女人心里其实很容易了解 只是我们不敢去确定罢了 女人心目中永远都没有自己确定的见他 当然他也不要忘记 追求一个女生就是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害怕而失去了很多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告白 喂 假如你知道你是喜欢那个女的 不理三次的声音 你就是去告白吧 当然失败不管我事情啦 你看了那么久 我又说了那么久 我再跟你讲一个秘密 不是秘密 是天大的秘密 其实我是还没有拍过头的 不过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可以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大家认识个对方 我已经解释 讲完了 我们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阿滴 拜拜